闺蜜刚下葬 女人就和她老公住在一起 不仅没避嫌 还毫不犹豫地贴心安慰 又过了两天 她把闺蜜的东西全扔了 兴高采烈地搬自己的东西进来 本以为富婆生活在向她招手 可下一秒 她吓坏了 之前扔掉的衣服和鞋子 竟整整齐齐地回到了原位 她确信闺蜜已经死透了 可直觉告诉她 闺蜜还没死 而且就在别墅附近监视 窥探她 而之所以发生这一切 还要从几个月前说起 女人叫小美 在接儿子放学的时候 意外认识了富婆安娜 只见她打着黑伞 一身西装加爵士帽 要多撒就有多撒 也从这天起 小美成了安娜的小跟班 她无时无刻不再阿谀奉承 而这一举动 最后就连其他孩子家长都看不下去了 但很快 小美的行为得到了回报 她能自由出入安娜的豪宅 没事还能一起蹦迪 甚至经常借宿过夜 这天小美日常帮忙照顾孩子 不知过了多久 安娜才姗姗来迟 望着她精致的妆容 小美不由得有些自卑 随后下意识地拍了张照片 记录生活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安娜破天荒地发起了脾气 这事过后 小美的生活也渐渐趋于平静 这天 她正准备直播日常 却突然接到安娜的电话 她说自己要出去几天 想让她帮忙照顾照顾孩子 小美听完满口答应下来 然而没想到的是 从这天开始 安娜失踪了 为了得知她的下落 小美开始去公司询问 还没有消息 那就去问她老公 最后甚至在直播时 向网友寻人启示 终于在一星期后的某一天 警察找上了门 为了张贴告示 小美开始去她的办公室发照 还别说 在桌子底下 看到了一张 颇有年代气息的照片 又老又憔悴 上面还写着要有信心 警察在湖中发现一具女尸 尸体高度腐烂 简单检测后 认定为自杀 虽然小美觉得事情颇有蹊跷 但想到安娜死了 自己就能纠战雀巢 也就没多说什么 本以为事情圆满落幕 不料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小美前脚把安娜的衣服扔掉 第二天 衣服却又回到了原位 直觉告诉小美 安娜一定没死 现在正位于某处盯着自己 更要命的是 第二天警察来了 原来安娜的死 涉及到一份400万的添加宝丹 而邵逸人正是她的丈夫 当晚小美直接了当地问了起来 不料男人没有隐瞒 直言这一切都是安娜自己要求的 至于为什么 她也不知道 突然安娜的儿子说 自己白天见到了母亲 她还要求带自己向小美问好 这可把小美吓坏了 为了彻底弄清真相 小美决定调查一下安娜的身世 由于安娜平日没有社交账号 更没有人际关系 因此根本找不到线索 恍惚间 小美想起了挂画 想起安娜曾和自己高塔轮廓 她年轻时是个模特 这是好友爱米专门为她画的 就这样 带着画作 小美驱车找到爱米 可奇怪的是 爱米对安娜并不欢迎 甚至有些厌恶 交叹得知 她曾对安娜倾囊相助 只留下一件T恤 跟着T恤信息 小美找到一个旅行团 纪念册里有个双胞胎纪念照 吸引了她的注意 看着下方的名字 希望和信心 小美恍然大悟 原来照片下面的信心是人名 很快 她就顺藤摸瓜地找到安娜原生家庭 得知了一切真相 在很小的时候 安娜就和她姐姐两人恶意纵火 烧死了他们的父亲 之后就彻底人间蒸发了 随后 小美打开直播 开始隔空喊话 果不其然 自己底库被人扒光 安娜再也认不住了 她将小美约到自己墓碑前 老实交代了一切 女人将扳手扔向天空 眼瞅着就要将自己砸死 她非但没有害怕 反而笑得无比开心 原来就在昨天 她和小美解释了一切 小时候是父是有苦衷的 她和姐姐经常遭到父亲的暴力 这才决定反抗 而且杀害姐姐也并非他愿 而是两人在小时候逃离后 决定分开生存 等以后混出个明趟再见 可就在前些日子 姐姐找上了她 让她没想到的是 姐姐染上毒瘾 并张口就要一百万 她实在没办法 于是假意答应 随后将她按在湖里活活淹死 而四百万保险 也是她和丈夫计划好的 只不过没想到她是个渣男 她才离开几天就变了心 如今小美已经知道了一切 不如和她联手 向警察报案室丈夫在骗保 等她入狱后 两人一起享受富婆生活 小美听后答应了 并连夜把伪造的证据 放进丈夫车里 而安娜则操起一把扳手 扔向空中 紧接着她来到警局报案 说是被丈夫逼迫的 本以为一切顺利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 小美并非看起来那般杀白甜 丈夫前脚进监狱 后脚她就交了保时金 给她保释出来 原来她也有着自己的小算盘 很快丈夫回到家 开始质问安娜为什么要陷害她 还不等她回答 小美举枪闯了进来 声称要为自己的好朋友报仇 丈夫害怕极了 一个劲的说姐姐不是她杀的 可小美哪管那些 抬手就是一枪 然而望着死去的丈夫 安娜却丝毫没有害怕 原来她早就猜出 这是丈夫和小美的计谋 他们让警察在房间里安插监听器 再通过演戏骗取安娜的信任 从而让她说出自己是杀人凶手 再洗清丈夫的罪名 不过安娜从小就是靠谎话长大的 小美的拙劣的演技 根本骗不到她 随后她表示 其实不用这么严肃 我承认姐姐就是我杀的 保险也是我骗的 但那又如何 说着就掏出损坏的监听设备 没错 她已经把屋内的监听设备 全部处理掉了 紧接着掏出一把真手枪 二话不说先放倒老公 紧接着就要处理小美 要知道 毁尸灭迹她可是老手 可就在生死关头 小美笑了 说如果你能看我的直播 肯定会发现 我现在的人气正蹭蹭的往上涨 说完指了指胸前的扭扣 原来那是一个微型摄像头 刚才安娜承认罪行 还有杀人过程 都被现场直播的清清楚楚 安娜意识到了不对 扭头就跑 结果马路上被车撞了个正着 可怜安娜聪明一事 最后却跌在了一个 貌似傻白甜的人精手中 六个月后 安娜如愿以偿的当上百万主播 开始享受美好生活 不过她平日里除了带孩子 还多了一项业务 那就是私家侦探 不过她平日里除了带孩子